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開始我只是去台灣旅行 我遇到很好玩的一次體驗 我覺得那件事是一些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會想玩的 所以我將這件事慢慢地回來 做起了這個工房 大前這個環境有什麼適合做藍染呢 首先我們很多時候要曬布 要陽光 我們很多時候要用水 這裡有水 還有其實這件事是不急得的東西 最適合就是撞到大自然裡 而本身我們用的材料 都跟大自然很密切 都很自然 藍染本身它的植物 據說是驅蚊驅蟲 它不會那麼容易造成皮膚敏感 我們整個過程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布匹 補匹通常我們要用植物 或者動物纖維的東西 即化學纖維的東西 我們會驗不到的 其實藍染最好就是棉和麻的質地 如果我們有些譬如 做圖案的 就要另外再加時間 在染之前的過程去做 之後我們就經過一個洗的過程 然後我們用植物 把染光 之後我們就把布放進去染 重複染幾次 令顏色加深 染完之後洗乾淨 染完之後洗乾淨 洗乾淨 我們有做體驗班 我們有做工作室 我們是想讓人 回到一個社氣時代 對現在的人來說 我們現在做一些事 是史前做的事 我們去開布 我們去染布 可能一個二十歲的人 穿著二十年的衣服 不知道這件衣服的上色過程是怎樣 我們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進化論 我們就是教你 原來一塊布尼道是這樣的 你染了 紮了 是這樣的 到你回去我那件事 是非優就是這樣的 這個過程 本身是貴重過 本身最後你帶走的東西 我們覺得 都不知了 然後會走的東西 我們也請給你 帶我們回去 不時快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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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